汪明 李宗盛 李宗盛 哎呀 汪明呀 吓我一跳 汪主任 你说我往东 你不往西 我买菜 你就买鸡 我六个班 你在身后奔走不息 你累不累呀 哎呦 瞧你说的 我这不是关心你吗 你说你 信神坐监四年半 刚放出来 村长可说了 让街坊邻居啊 多多关照你 我这妇女主任 能不带个头吗 汪主任 您这关照 我可享受不起 哎 你干嘛去啊 回家 回家 哎 你等等我 喂 排出所呢 姚汪明呢 买菜去了 买菜去了 这个礼拜他总没来报到 手机也打不通 告诉他 必须二十四小时开机 随叫随到 要是发现他还信神 就再把他关进监狱 一辈子变养出来 魔鬼 这和坐监有啥区别 妈 我回来了 回来了 见着弟兄姊妹了 见是见着了 我刚想上前搭话 就看见王主任 只勾勾地盯着我 只好回来了 哎呀 这出了间也没有自由 这就是被软禁了 妈 咱不能出去聚会啊 就在家读神的话 有神带领照样能明白真理 你说得对 咱就在家里聚会 你信神就得将心交在神面前 你将你的心线上摆在神的面前 那你在熬练中定能不否认神 不离开神 这样 你与神的关系就越来越近 与神的关系越来越正常 与神的交通也就越来越频繁 你总这样行 就会在更多的时候活在神的光中 在更多的时候活在神话的引导之中 你的性情也越来越有变化 你的认识也就与日俱增 阿们 感谢神的 妈 咱们 谁啊 王 姐 你这大包小包的干啥呀 打劲儿起我就住这儿了 跟姐夫吵架了 吵架 我是专门来看着你的 看着我 我去派出所跟你取身份证 你知道警察跟我说啥吗 说信全能神的属于政治犯 是国家要犯 是重点打击对象 你要还信神 咱们这一大家子都得跟着遭殃 孩子不能上大学 不能考公务员 就连我跟你姐夫 也要丢工作丢饭碗 警察让我24小时看紧你 姐 惠明啊 听姐一句劝 别再信了 如果让警察发现 那咱这一家老小 还咋活呀 你害怕共产党抓捕不敢信神 我能理解 但你不能拦住我信神呢 你也知道 全能神来做审判工作 就是为了捷径人拯救人 把人带进天国 这是人类唯一蒙拯救的机会 你不信神 还随从共产党抵挡神 大灾难已经降临了 抵挡神的人都得被毁灭 共产党的末日就到了 你随从共产党 只能落在灾难中受惩罚 到那时后悔就晚了 惠丽啊 现在灾难是越来越大 全能神也密降临 就是为了成全一般得胜者 这是我们唯一蒙拯救 进天国的机会啊 你说你因着害怕受迫害 不敢信全能神 这就应验了圣经的话 胆怯的不能进天国啊 今天你不受被迫害的苦 明天只能下地狱 受永远刑罚的苦了 那共产党都疯了 谁不害怕呀 你看到共产党 到处拆教堂烧十字架抓捕基督徒 他恨不得把你们这些信神的全部消灭 这你们比我清楚啊 啊 你如果再被抓 恐怕连小命都没了 你还怎么懵懵就进天国 姐 咱们胳膊扭不过大腿 要想活命 咱就得忍耐到底 水开了 做饭去 你干啥去啊 帮妈做饭去 不行 你跟妈必须保持距离 你省得你们老说信神的事 你看看啊 这共产党都给你迫害成啥样了你 咱俩一起看电视 公安部耗资2000亿 建成全球最先进的视频监控系统 天网工程 该系统引入人脸识别 车牌分析 及人工智能等多项技术 哎 看着没 这都是高科技监控啊 你还想信神聚会 你就是再谨慎 你能躲过共产党的眼睛 你再被抓 那能不能活着出来都不好说 姐 人的生死都在神手中掌握 不是共产党说了算 这共产党再疯狂 它还能逃出神的恋怒啊 你看 每回共产党下迷离 要彻底取缔全能神教会 没等他阴谋得逞 神就给他降灾了 地震 洪水 瘟疫 这些灾难都是咋来的 就是共产党作恶抵挡神造成的 姐 你可不能跟着共产党抵挡神呢 这是要遭报应的 慧立 有句老话咋说来着 善恶终有报 天道好轮回 不信抬头看 苍天饶过谁 这人在做天在看 多行不义避子避眼 妈 我也知道共产党的末日快到了 可他一天不垮台 你们信神他就要迫害你们呢 这大白天拉着窗帘干啥呢 有人呗 刘婶儿你这是干啥呀 不干啥 就是看你在家干啥的 这家来人了 呦是惠利啊 我以为信神的呢 行了那没事了以后别拉窗帘 这大白天拉啥窗帘 看看看看 能落心神的事吗 啊 这共产党对你是下了功夫的 不光让我看着你 就连邻居都成007了 你俩再这么信下去 早晚有一天还得进监狱 不行 姐 慧立 你 慧立你这是干啥呀 你俩必须封开 哎呀 你这孩子你给我 走 马上往家去 慧立你松开 哎呀 你疯了你啊 我是疯了 是共产党把我逼疯了 你们信神 他就不给在一大家子留活路 为了这个家 我只能这么做 妈走 哎呀 你撒开 你撒开 我信神 不用你管 妈 啊 姐 今天 我也把话跟你说清楚 信神这条路 我走定了 共产党这么抓不破 还都限制不了我 你也别想阻止 你要怕受我牵连 咱们就各走各的路 谁也别干涉谁 你等着被抓吧 慧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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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啥手段都用啊 又是监控手机 又利用邻居跟踪监视 这连家人都成了他的工具了 共产党把中国封锁的跟魔鬼监狱一样 这是不给信神的人留一点活路啊 这让我想到神的话说 魔鬼将人的浑身捆得结结实实 将人的双眼都蒙蔽了 将人的双唇紧紧的封上 这魔王横行了几千年 以至于到今天 仍将鬼尘看守得如此严密 犹如一座 攻不破的鬼的宫殿一般 妈 只要不亲身经历共产党的迫害 咱们上哪儿能看清他的恶魔尸子 又怎么能从心里恨恶他 弃绝他呢 是 共产党越迫害咱们 咱们就越能看清他的丑恶嘴恋 越能看清他的邪恶 这样我们就更有信心跟随神 对 喂 杨浩铭 赶紧来拍照报到 你 Judah 我去报到 我去报到 好 Otherwise 欢迎 处则 Joseph 妈 妈 姐 咱妈呢 我和你姐夫把妈接走了 妈不回去了 你的书我也拿走了 你 硬把妈给接走了 我一个人照样祷告审 读审的话 全能神说 神所说的得胜者 是在撒旦的权势之下 撒旦的围攻之下 就是在黑暗势力里 人还能站住见证 还能持守原有的信心 持守对神的忠心 不管怎么样 你还能持守在神面前 真洁的心 持守你对神真实的爱 这样在神面前就站住见证了 这就是神所说的得胜者了 太快 埋怀了 开门 开门 谁呀 宝贝大队的 快去开门 快 啊 这大晚上呢 你们有啥事了 提醒公事 快去开门 来了 这磨磨唧唧又看新话呢 这么晚了你们干什么呀 执行公屋 你们凭什么给我非法录像拍照 杨慧明 今儿我们来看看 初遇这段时间反响的咋样了 还信不信神了 我走的是人生正道 我要反省什么 你们非法判了我四年半 初遇了还无休止地骚扰我 这不是化地为老吗 哎 当这都是为你好啊 看看你信神信的 儿女都不认这个妈了 这好当的那一个家 就这么破裂了 是共产党仁慈 没把你关死 要不你还能见着你的老母亲 你得感谢党啊 就是 对 我还真得感谢共产党 要不是共产党镇压抓捕基督徒 我的家能破裂吗 是共产党毁了我的家 还反过来说是我信神造成的 你们可真能颠倒黑白 歪曲事实啊 杨慧明 你别顽固不化 你是不是牢饭还没吃够啊 我只是因为信神 你们就非法抓捕监禁我 出狱了还不放过我 不但让邻居来监视我 还未逼我的亲人来逼迫我 你们还隔三畅五地来骚扰威胁 你们这么迫害基督徒 就不怕遭报应吗 报应 我们共产党人连下地狱都不怕 还怕报应 共产党对待信神的 就是要赶尽杀绝 斩草除根 在共产党的牵下信神 就没有好下场 我警告你 你只能在家待着 不准出门 还必须按时向我们汇报 如果你还出去聚会传福音 我们就再把你关进监许 一辈子都没想出来 我们走 别以为你出狱了就自有了 一群野兽 想让我否认神 背叛神 没门 我还就要跟随神 走到底了 我看见天国降临了 没有任何人 能拦住我信神 跟随神 再次杀热 再次杀热 产党对象 都没说 婚子 我没说 这个 再次杀热 是 这种